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来介绍的主题是 第一款经典的爱马仕包包 到底是要买凯丽包呢 还是薄金包 那我想要来彻彻底底的 为大家分析这两个包包的 不管是从故事到它的制作 到它的尺寸大小价格等等 完整的分析给大家 今天如果你想要买第一款这个包包的 经典款的爱马仕包包 要买凯丽还是薄金哦 那我们就开始介绍吧 首先我们从故事开始说起 那凯丽包的故事来由呢 就是从这个凯丽的名字而来 其实一开始凯丽包的原型呢 是在1892年的时候的一款 安装在马鞍上的皮包的灵感而来的 而且这个包包其实一开始不叫凯丽包 为什么会叫凯丽包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鼎鼎有名的摩纳哥皇室 她就是美国的一个女明星 然后后来呢 她嫁给了摩纳哥王室的王子 从此以后呢 她就变成了媒体追随的新闻对象 1935年呢 第一款35公分的凯丽包就问世了 直到了1957年 身怀六甲的Grace Kelly 她就拿了这款包包呢 挡着自己怀孕的肚子 被媒体拍到 然后从此这个包包就声名大噪 那因为Grace Kelly 她本来也就是爱马仕的忠实 使用者 所以呢 她其实一直都有在拿 但是因为她这个遮度罩 而导致就是 这个包包后来就超级超级有名 然后到了1977年呢 摩纳哥的皇室 终于认可了爱马仕 可以把这个包包直接改名成凯丽包 使用Grace Kelly的名字 到现在呢 我们知道的这个凯丽包 就是从这个故事而来 博金包的故事呢 也是跟她的名字很有关系 这个故事呢 就起源于1981年的时候 James Burkin这位女演员 她在Air France的这个航班 巧遇了一名男性 然后那时候她包包 刚好东西里面就掉了一地 就跟旁边这男士抱怨说 我都找不到一个 可以装很多东西的一个手提包 然后让我可以旅行 结果没想到 她抱怨的这个对象呢 刚好就是爱马仕的品牌CEO James Lewis Thomas先生 听说她就用了飞机上的呕吐袋 随意的设计出了这款薄金包 所以从此以后呢 这款包包呢就问世了 然后她的名字就叫做Burking Bag 就是以James Burkin这位女明星取名 如果这两个包包 你想知道更多细节的故事吧 你可以在网路上看 再来我们就讲到她的制作过程啦 首先凯丽包的制作过程呢 就是需要有一名工匠 花20到25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制作而成 那其实这些包包都是 用手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所以这些包包呢 为什么产量这么少 跟她们的精致度这么高 这就是因为 她们都是由精油训练的工匠们 来制作这些包包 那再来呢是薄金啦 薄金包呢 她花的时间就更久了 每一个制作薄金包的工匠呢 她需要花五年的时间来 专业的训练 去了解说要怎么制作薄金包 那每一款薄金包呢 是需要花40个小时以上来制作 因为她们的缝制工艺呢 是采用一个叫做马鞍针法 它是由两个针呢 一起手工的穿出 然后缝制在一起 所以整个包包会非常的结实 而且这个工艺是无法用机器取代的 所以每一款包包都是工匠手工缝制出来 再来我们就要介绍外形啦 我就拿我自己的包包来跟大家做讲解 首先呢我们介绍的就是凯莉包 那这款凯莉包呢 是我之前购入的限量款的字母包 那她的颜色呢 是非常经典的金葱色 然后这个配上的字母是H 凯莉包呢 她的形状是只有单体的手把 这边呢是会有一个锁头扣在一起的 然后打开来呢 是这个样子 里面就是有一个背带 然后你可以扣在 这个背带是你可以扣在上面 就变成说它是不仅是可以用手提 也可以用肩背 那它有附这个锁头跟钥匙 然后你可以这样子 把你的包包关起来以后 然后把它这样锁起来 那它们的底呢 你可以看到底下有四个底 防止你在放在平面上面的时候 不会刮伤包包的皮 这个凯莉包的形状呢 是一个T形的形状 那这个拆卸式的背带 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是到1960年代的时候才开始有的 我们可以看看一下里面 它呢就是有一个拉链 一个两个内带 让你可以放东西 像更小的像mini的kelly的话 就是没有 就变成只有一个而已 刚好也有mini kelly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小的kelly包呢 里面它就是只有一个内带而已 没有拉链 所以它其实内部的构造呢 是因为大小而做改变 那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它是拆卸式的 就是它们自己有储备在 你可以自己搭配在包包上面 那你们现在在这边看到的都是外缝 什么叫做外缝呢 外缝就是它的缝线是在外面 内缝就是它把皮缝进去 会变成是两个皮是这样子的状态 那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外缝 因为外缝可以比较硬挺 所以包包比较不会变形 那如果是内缝的话 通常就是比较软的皮 然后togo皮之类的 那这些皮呢用久了就会比较松垮 但是呢内缝呢就是比较松垮 它就会看起来比较有休闲的感觉 那穿搭的时候就不需要这么正式 但是外缝呢因为看起来很硬挺 结构又比较鲜明 所以就变成说你要背这个包的时候 你要穿的比较正式一点 内缝跟外缝呢还有一个小小的区别 就是像内缝它是比较松垮 所以它东西其实装的可以比较多 因为皮质也相对的比较软 那外缝的话呢就是你塞东西的时候 如果你塞太多这个皮是会有点变形的 所以不能塞太多东西 我自己个人蛮喜欢28这个尺寸 很适合各种身高啊 身材身型的人都可以背的一个尺寸 那至于外缝跟内缝的话 就变成是个人的偏好的问题 没有什么好坏 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Burkin的宝宝啦 30的Burkin跟我的25的Burkin 外观上它的轮廓呢跟凯利比较不一样 它是属于长方形的形状 然后呢它的提把是两个 因为它这个包包是设计给旅行用的嘛 所以它就会有这个锁扣让你可以扣起来 它也是有附一个像Kelly的那个锁 让你可以把它锁起来吧 重大东西放在里面的时候不怕被人家偷 这个包包呢它就是打开来是这样 它有一片这个皮 照着这个锁扣还有把手的形状做的 你有时候在背的时候你不需要就是把它盖起来 你在拿东西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包包很适合旅行 因为你的包包不需要一直开关开关 你可以就是自由的拿去东西 它里面的内部呢 这有一个拉链的内袋跟一个开放式的内袋 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个30的尺寸是我觉得最黄金的尺寸 首先它不会提起来太重 然后它又适合各个不同的身高提型的人来背 然后呢妆的容量呢我觉得也是刚刚好 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提起来就不会太重 这个薄金包呢跟凯莉包比起来就比较休闲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薄金包呢它就是跟凯莉包比起来呢 它会略显的比较成熟一点 那凯莉包呢感觉就是比较年轻的感觉 它们下面也是有做这个钉扣包包的时候不会挂上旁边的皮 为什么我会觉得30很刚好的原因是因为 30它自己这样穿出去的时候你就是手不会觉得太卡 但其实你看25我们提进去的时候 就会变成有一点太卡 刚好讲到这个尺寸的问题 我们就开始来介绍一下凯莉包跟薄金包有分哪几个尺寸 首先呢我们来介绍凯莉包 那凯莉包呢其他的尺寸就非常非常的多样化 从15 20 25 28 32然后35 40到50都有 那这个呢我会帮大家做一个表格 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尺寸的对照表 再来呢薄金呢薄金的选择尺寸就没有比较没有这么多 像薄金的尺寸呢就是从25 30 35 40那也比较简单 那这就是刚刚我说的25它是最小的 然后这个是30的 呃我自己觉得30就是黄金尺寸 30以上呢就是有点太重 比如说35我有买过一个35的 它呢真的就是变成说比较适合旅行用 那你有时候可能或者是出去的时候逛个街巷拿个大包 ok但真的不能装太多东西 那事实的就更不用说 如果你今天有买到比如说像皮比较厚比较重啊 你就根本装不了东西 你装一点点东西就很重 根本不适合替出门 所以我觉得30是最黄金的尺寸 对于我们亚洲女性来说 对 接下来就是价格的部分啊 那价格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表格 凯莉呢从25到35的这个价格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因为没有全部都列出来 但没关系 呃很多价格都是其实在网路上可以查得到的 那这是我以美金的价格来介绍给大家 那再来的搏金呢就是25到40的价格 那这两个的价格都是以最基本的togo皮来做比较 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尺寸的变化跟价格的变化 好 我最后见到他下车 就先来见到你尺寸的变化 每一人都被人的变化 特有什么不错 这是你尺寸的变化